而五月天为了电影春娇旧志明 把台语版的志明与春娇变成国语版了 这是电影的主题曲 也圆了导演的梦 说第一集的时候因为没钱 没办法买歌曲的版权 但本来的台语版被传唱了这么久 很多舞迷听了国语版之后都说不太习惯 比较喜欢原曲 郁文乐 杨谦华主演的春娇旧志明 这回主题曲终于搭上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 是你依然不知要遵御这些年 自观拼命配合初恋 春娇绽放母亲的笑脸 爱之下 为何永远还是笑脸 同样是五月天阿信主唱 但是国语版主题曲歌词和台语版截然不同 似乎还呼应着故事剧情 两个人的爱情 你整世人都挺kiped up的 一个人都没一个人来平衡 我爱你有没有实差 你爱我有没有唱他 同一句话 除了一样吗 我给你送好了高价 你对我已经爆感到 买个兄弟 买个我家爱你你的爱吗 春娇与志明系列一拍就是三部曲 不过早在电影问世前 就先有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 导演彭浩翔 自爆是五月天的粉丝也让人好奇 怎么一开始没想到要合作 原来是打算买这首歌放在电影里面 拍一个秋菸的电影是很贵的 因为你都要买烟嘛 所以最后拍完之后 你发现把所有钱都花在买烟上面 就没钱去买过了 电影制作成本全花在拍抽烟的戏份上 之后好不容易有机会 跟五月天谈合作 阿兴也很阿萨里 提议要来个国语版 也替戏迹电影再填新话题 TVBS新闻 刘一华神解读到